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敦毅一举拿下了52%的选票当选 党代表也大获全胜 吴锡仍然是重掌国民党的中常会 包括八大票仓当中 吴敦毅是狂扫了10万票 当选了国民党党主席 他说2020年他要尽早做准备 要重回拿回执政权 但是在所有评论当中看得出来 蔡英文总统令人民十分的失望 执政一周年 所有的评论都在批评他 甚至质疑他的领导统预 问题真的出在蔡英文总统吗 所有的改革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 人民惊觉最悲该需要改革的 真的是蔡英文总统吗 而蔡英文总统到底是什么 不会 不能 还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改革 好 执政一年面临的是 有人说现在是活荡 活荡还有补考的机位 另外包括了处理扁案的情形 现在这样的发展真的有道理吗 也要告诉观众朋友 如果扁案的处理 我们稍后为您解释 这两天我们急速联络 法务部长邱泰森所获得的回应 邱泰森是如此的处理扁案 吴国栋今天独家爆料 小英总统对扁案真的是有偏见吗 如果处理扁案是如此的话 人民真的可以期待 法务部尤其邱泰森部长 怎么去处理林亦涵这个案件呢 放任包括了当事人去爆料 甚至还羞辱已经过世的林亦涵 检调全面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吗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从我的右手边为你介绍起 国会观察机器闻同事 邀利敏老师 大家晚安 好 观众朋友你也知道 在这两天很多人经万谈 执政一年人民好像不快乐 贬得过去马英九的八年 人民也觉得不是那么开心 九年的不开心的日子 一个艺人的世事 他是谁呢 他是诸葛亮 为什么可以带给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欢乐呢 还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怀念 有多少政治人物在过世之后 会像诸葛亮这样子 令大家感到不舍跟怀念呢 特别邀请他来我们现场进行解读 欢迎资深艺人 本家家碰狗 大家好 好 为您邀请到是前时报 这关总备级吴郭栋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知名作家为我们解读 现在的政局最新情势 包括了吴相辉大哥 小军好 以及今天一大早 曾经独家专访的吴敦毅 他是周易寇 寇寇姐 大家好 还有呢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波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关键系律师 包括周五荣律师 大家好 林军县马上加入我们的讨论了 那我现在首将是这个吴大哥 来怎么样看这个态势 那所有的评论 在评论蔡英文的执政一年 通通都是在批判他 吴婉林之后台湾的新局势是什么 民进党面临到快速的崩解吗 那你怎么看 我想我现在有两年 一方面就是说 这可能是我们所看过的 最虚似的这个吴婉林 所以你在这个时刻 你说要去跟他落井下石 你是来不来 没那个意外 但你相反过来说就是说 这个问题如果没开关 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会越来越严重 OK 好 那么 从吴婉营起来 哇 这个整个原来原民的那种内在的那种东西 就产生了更大的这样的变数 所以小军你就做一个角色扮演 你现在当做总统 我现在对总统说话 你就知道我 生三個孫子 生這樣 我沒有女兒 所以我看到別人的女兒 我都很慈祥 我就不會發表就對了 你現在這個520 這樣要叫我發表是嗎 不好意思就對了 我們說 人輸 人輸 沒有人就做不到 人不對 事情就做不好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要用什麼人 那麼你今天在520你說你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 這個我接受 我絕對相信 到目前我都相信 但是你要改革 你有改革部隊嗎 你的鐵頭部長在哪裡 你的鐵監院長在哪裡 你的鐵衛隊在哪裡 這是一個基本的時刻 你今天說要出事跟人家 大聲、小聲 就說有國黨 我們兩個來 大家看來我們兩個處理也要稍微喊 你今天都叫這些文若書生什麼人要參與 這是一個關係 那麼簡單說就是你在國民黨的這個體系 這個文官系統裡面 你要去改革 在那裡說你要有鐵頭部隊、鐵監部隊、鐵衛部隊以外 你要有很好的行政經驗 因為你知道這個文官體系 你即使說用佳南門的下去喬 用社群人的下去喬 都還會很難喬 但是都還要喬到他們上班 你現在用這些文若書生 完全都沒有行政歷練 去沒有效就對了 喬不到他們 不知道破口在哪裡就對了 這是我認為現在蔡英文的一個 面對一個領導統一上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就想到中間我都給你當蔡英文 我才不會說得太大聲 我給你送對這個妹妹說這個話 如果說大聲有好 你也要說說大聲 如果說大聲是反映出現實的話 問題說大聲就沒有了 個人有的 OK 好 那麼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要想到回來了 民動現在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在立法院過半數 我們最大的六點在哪裡 人比較少 我們沒有人 你沒有人的時候 你要可以用人 譬如幾個我們剛才說的 你要改進 你就要走出來 人就要剩三分 社群人很好 手工頭很好 手工頭很好 老闆也還不錯 你怎麼會把他們欠 欠我朋友 這合乎邏輯 其實它並不合乎邏輯 我剛才說你要有行政經驗 還要改革的行政經驗 還要改革成功的行政經驗 人家最有的人 人家在做 做大陸館的 這個事情 人家在做宜蘭館的事情 人家都有一定的事情 一定的混亂 人家出來了 大家不搖八擦 OK 好 這個人你都平民老啊 為什麼平民老 第一個邏輯不清楚 蘇星兄 加你九歲 你平民老 你敢是太認真 你當你認真 你當你認真 就是他那時候 你也跟蘇星兄變成這樣 先看他給你八歲 你還沒老 一樣 你認真嗎 你也想要認真嗎 你認真的時候 才會變多歲 你以前那個老闆 飛飛啊 好 那騙你又多多歲 好 然後又多六歲 你又認真 他又嘟嘟好 還騙你更年輕 所以就用第一個 這個沒有邏輯 他用年齡去壞到界線 把那個老的都抬掉 你已經沒有人 這樣修台 你沒有人 你要改建 然後你把這些荷卡 都抬掉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所以大家有結論說 這樣的繼續下去的話 國家走向 會拖垮緊的民進黨政權 你也有用的嗎 就是簡單說 他的人事佈局的這個概念 他如果沒有改變 我們死也 我們死也 現在我說的 上半天了 現在民進黨政府 是什麼政府 你知道嗎 太監治國 這是要讓我們盡感慨 今天民進黨的太監治國 那不要說這些人 不是鐵監部隊 鐵頭部隊 我說兩三句 很小的例子 你就知道 我說什麼叫做太監治國 好 你如果民口去查說 我消息來源是怎樣 不好意思 我 你就從你總統府 從行政議 從立法院 從你旁邊 我都有消息來源 我們就講一些小例子 他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他現在做到 好 今天這題 我們專心的是 他還沒有不時找 黨政大佬 進入總統府 來會商國事 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國家現在面臨這種走向 我們故事呢 他現在看 本來 他的為 他擺好 所有的東西都擺好 他現在看 這裏面有無聲火 我有舉例 無聲火今天沒來 他一定幫他幫忙 他都不要去 所以 他出來的時候 不是那種大理官 人家帶著他出來 是他的走力 先來把他的 先來把他的 茶具全部收走 不好意思 總統現在就無言 沒辦法 這樣 他走到這種程度 走到這種程度 其實這個樣子 不是今天才開始 他在做民進黨的時候 做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他現在感覺說 這個賣牛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他就 記者會合就取消 他就一個人在那裡 對 520記者的餐具 的確取消 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發生 他一直是這樣 現在只是說 因為 變成了總統 那個高度 那種新聞的可見度太強了 你一直都迷弄 都主席就是這樣 我們相對 吳大哥 你看到這兩天 國民黨進行的改選 在禮拜六 我們看畫面當中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在禮拜六整個結束 投票之後呢 吳敦英德得票數是 144408票 他的得票率是 52.24% 當選了國民黨的黨主席 那晚上在競選總部 也立刻召開記者會 他承擔黨主席的重擔 他說一定是截至 進中京城團結整個黨 接下來要推動整個黨務改革 包括了 要替2018 2020大選 預作準備 就是要重新引回執政 我們聽聽看 非常感謝 任何地方 或者中央的執政 都是要經過人民的授權 依據 任期以後 就重新來選舉 所以我們在2018年 也面對 九項地方的選舉 那一定要全力的 做最周密的安排 尋覓 品德 操守 能力 經驗 乃至於對國家 對黨 更重要的是對全體國民 真誠的盡忠 這樣的好的人才 才能夠推出 用大公無私的程序 公正公平公開的 挑選好的人才 來代表中國國民黨 爭取民眾的信任跟支持 當然 2020年 也要做更早的準備 能夠在2020的立法委員 跟總統的選舉當中 能夠贏得 重新執政的機會 讓中國國民黨 贏回應該有的尊嚴 也讓中華民國 重新發熱跟發光 所以520的局勢是怎麼樣 烈解當中的民進黨 面臨是快速抬頭的國民黨嗎 因為 尊嚴是大團結 來 吳曉惠大哥 我希望說 蔡英文 或是說 關心台灣前途的人 應該把這件事情 當作一件喜事 當作一件好事 就是說 你今天煮煮一個家 就叫我們孫子去選總統就好了 是 也是這樣 這樣就不必了 而且說今天只有兩黨都很強 都不愧是羅莫 或是好人 沒關係 兩人都不夠強 繼續去台灣才進步 問題是這樣 來 蔡英文真的打不過吳敦義嗎 還是蔡英文總統自己的問題就是他自己 自己綁住了自己 甚至很多人說 蔡英文的執政會不會拖垮了民進黨 來 葉老師 我先不去 我先不去講 我接著翔輝剛才所說的 我就去講得很有道理 這不是兩黨的事情 這個 現在我先拿這個板子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已經早就不是兩黨的問題了 現在的滿意度 現在的整個施政的滿意度 已經趨勢已經固定成這樣 已經三個月了 滿意的期 總共在總偷偷裡面 雖然是現在只有四成不到 可是DPP民進黨滿意的還有七成三呢 跟他拿到當時八九成的選民沒差多遠 民進黨的綠營的人不滿意的只有二十一不多 KMT國民黨不滿意的八成多 當然本來就沒有投大票嘛 百分之十三十九的人 十三點九的人滿意 這個藍軍裡面 殘雜了很多因素我就不講 這兩塊 這兩個黨根本沒差嘛 中間選民你看看滿意的人只有多少 二十五趴 六十趴不滿意 我告訴你這個數字有多嚴重 因為他的選票二十一年一年前 百分之六十多 將近七成百分之六十五多 投給他呀 我等一下告訴你這個數字如果倒過來變成什麼樣 現在六十趴的人不滿意他 只剩二十五趴的人 這個才是現在總總統 現在剩下滿意度只有四成的人 如果是按綠營來講的話根本沒差嘛 那完全翻轉啊 一年之間完全翻轉 一年完全翻轉 中間完全翻轉啊 政黨的支持度的比例 我請這個鏡頭打大一點 請大家看清楚啊 我拿來跟這個對照 我跟你講這個對照你有沒有注意到 兩個交叉 你看右邊這個對照啊 他剛開始就任的時候 你幫我拿著啊 如果你可以幫我拿著 你看到啊 你看這個滿 你看這個滿意度啊 你看他從就任去年就任 這麼高啊六成多 像滑樓梯一樣往下滑 滑了一半 然後不滿意度像上升一樣的很快的六個月上升到交叉 可是我先看這一段啊 就前面這七個月 各位看一下前面這一段的政黨的支持度 各位再打大一點 請問有差別嗎 正常支持度活動不大 軟的25% 綠的34% 中間的40% 完全沒動啊 在最厲害的前面七個月 滿意度降下來 不滿意度降上去 政黨認同度的調查 一模一樣 而且國民黨 下面是國民黨啊 國民黨還略略的往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還略略的往 被一個肚子 剛才是一個肌案頭 現在被一個肚子 國民黨啊 在民進黨滿意度這麼差 滴滴落的時候啊 居然他國民黨的認同度 略為降兩坡車 慢慢慢慢平衡 現在略為回升一坡車 沒變 我現在跟大家講這兩個數字呢 重點在哪裡 因為剛剛吳敦義的問題 你看啊 蔡英文的滿意度也很低 國民黨也很低 低 可是你看啊 上次的選舉 現在我上面三個數字 藍是25% 綠是34% 還全國真正已經18了 中間有40% 我跟大家報告啊 從上次選舉 我一再強調台北市 是中間選民在做決定 全國是中間選民在做決定 他們是看人不看黨 所以郭台銘為什麼民調會高 各位就知道他根本什麼黨都不是 2016年 藍軍的基本盤300萬 加上中間選民他只拿了三成 100萬 他所以拿了將近400萬票 這數字非常精準 我都用整數來講 你就懂 民進黨基本盤400萬 就是他的基本盤 他拿了中間選民百分60幾 加上就是300萬票 所以他最後700萬 結果他們倆差多少 贏了300萬票 700對400 這夠簡單了 我再重新恢復一下 他還記憶啊 中間選民 他拿了100國民進黨 民進黨300萬 所以他贏了整整300萬 基本盤300對400 本來只差100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講 差300會贏300萬 很多人說不可能了 藍綠中間不可能差那麼大了 我說這跟藍綠什麼關係啊 選舉未來全部的關鍵根本跟藍綠沒關係 就是在中間選民吧 好了 其他的人拿100 我就不愛講誰了 大家都知道 2020 我現在假設啊 我用問號 藍綠300可以拿多少 寫一個問號 民進黨400可以講多少 我只要講一個數字 你就知道已經打平了 如果按照中間選民 現在的 原來60 現在變25 原來25 現在變60的 我這樣給你分 綠營只拿150萬 藍營拿250萬 如果人恰當一點 當場 你講550對550 這就是你剛剛問我的問題喔 不是吳敦毅怎麼樣情況 國民黨團結不重要 國民黨團結打不過民進黨團結 你意思是民進黨做得太差了啦 民進黨做得太差了 差到中間選民如果有 當然講民進黨也不太公平 因為民進黨的滿意度是很高 叫做政府吧 叫小英政府你太不行了啦 太不行吧 原來給你的人如果少掉一半就好 支持你的300萬走150萬票走掉 你當場跟他打平喔 我要問蔡英文了 你說你不是以民調治國 你是為台灣治國 你不為民調治國 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 有這個民調你才有機會為台灣治國 否則你連機會都沒有啊 嗯 剛剛講到陳水扁的案子 我非常好奇 大家調查過中間選民對陳水扁案的態度沒有 是 綠營也好 請問一下大家知不知道 我的理解 我看過一份小小的影片 我自己理解 我自己自己也做過 嗯 非常簡單 你要做決定 最壞的決定 叫不做決定 好像跟你無關 兩個手放後面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問你 你贊不贊成特赦 你贊不贊成 現在保外就醫他沒有合規定 你贊不贊成要給他這個去參加演講 那個不給他去 是 我告訴你這些選民一片罵聲 罵什麼 哪有人說上 可以讓他上二樓到一個房間 不要讓他到一樓 這個差別在哪裡啊 可以去 差一個樓梯吧 差一個樓梯 然後我就問了 你認不認為同不同意法 我認為這樣有之 二樓有助於醫療 一樓沒有助於醫療 是 沒有人同意嘛 然後放入影帶有助於醫療 然後去到那邊 沒有人同意嘛 上來致詞無助於醫療 要不然就認為 他不該保外就醫療 我告訴你 中間選民也有人認為 不該保外就醫 你就把他叫回去 是 該的 沒有任何一個保外就醫 還要簽一個字說 我這樣子演講可以 那樣子接受訪問不可以 那樣子失望可以 這樣不可以 你不做任何的 有價值或正派的決定 所以我用剛才到的話 你不為民調治國OK 你為台灣治國 我用老子的話 他說什麼 以政治國 以齊用兵 齊用兵就是選舉 是用招數的 以齊用兵用招數可以贏選舉 以政治國是用什麼制國 那不好意思 法理研究也得研究 對呀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做決定 然後現在 你不要問我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法務部 法務部我怎麼不做決定 道別事也不能去募款參會 我上次也 我上次也跟法務部說了 我問了副主 我問了市長說 哪一個現在的注意事項 是有沒有法律基礎的 你用注意事項 規定陳水扁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 杨老师第一次点出他的违法性 很快就跟他讲了嘛 你如果没有法律基础 所以什么叫以政治国 用价值跟正道 你不要在那里 哎呀怕这个怕那个都不要做 随便就让中间去做 不要怕这个怕那个 这就是祥辉刚刚所说的 他没有任何一个价值 在一个政策上 或在一件事上显露得很明白 中间写明非常不耐烦呢 年金改革七成的人支持 满意的人知道多少 三成 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不对 小葵高兴 你知道吗 来观众朋友 有关邱泰山 他现在网路上 有一个绰号叫做邱小三 为什么呢 大家跟他说 无路差小用 就说你这个法务部长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连续找了他很多天 我找他找半年了 我等一下公布 我们跟他进行整个联络 整个过程 他到底在闪躲什么 而邱泰山是听中间的话吗 国人说你相信吗 中间如此的羞辱 你相信吗 而我们检调单位 法务部 邱泰山你都不关心 现在林亿涵用生命来抗议了 结果你放在一个活人不半 还在羞辱 已经过世的林亿涵 林亿涵能够讲话吗 这个叫做司法改革吗 我最后一句话 这个叫司法转型正义吗 我最后一句话 可以这样子吗 司法改革全国的人都知道 是就职的时候鼓掌最多 八成的人希望做 你知道现在司法改革的民调 落到倒数第二名 第三名 是 而且我告诉各位 方案还没出来 还不知道改善 还不晓得改什么 是 大家的满意度 已经只剩下了 34.7 所以为什么 你不要问我 因为这群人不对 来我们办法来 就表示这群人不对 放出了讯息不对 司法改革必然 如果按照现在下来 是 邱泰山必然失败 我现在就跟你 那那刘他干嘛 你不要问我 这个人事问题 我真的不做 你留在那边不做事情 那你要干嘛 司法改革你也不做 我们能够期待你 去办林一涵这个案子吗 邱部长 可不可以说说话 要么做一点事情呢